请你帮我这样过 聪明过生活 幸福多更多 欢迎收看 请你跟我这样过 请你跟我这样过 好家再好智慧 吃完饭不洗碗 竟然是取贴老婆 你先我切水果给她吃 切好水果放冰箱 让那冰箱打开空盘 水果吃完的盘子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这叫洗碗 她至少还做过一件事情 她的在冰箱里面 你要谢谢她 没有知识对不对 对 认牛这件事情很糟 她也知道说冰箱是少 从此不会做的 老公不做家事 太太自己要减少 她有时候都不少 就直接给你脱 因为少就脱 对 怎么会干净 其实我比较不强求她做 她真的做了 我还是会再做一次 说明她老公真的认为 我很认真的脱了地 结果家欣回来二话不说 自己拿着脱吧 又再开始脱 对 那种人会当事 会被一种被打枪很瘦的 火有时候会出来 对 那不但是火会觉得很挫折 难道我老公里面不做 当然啊 因为感觉不舒服啊 夫妻感情要和睦 家事分工是关键 做错伤身又伤感情 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 我想我们是从结婚之后 家里面家事应该 不管是人夫还是人妻 大家分工合作 真情相待 你讲这句话我这不相信 你们有分工合作 开玩笑 依照雅兰她在做家事来讲 她就这个 她也实相全能吧 做得很好 对啊 我看几乎都是她在张罗吧 你不能这样讲 我们也有用感情啊 对不对 我们有跟稍微的 帮她抓聋嘛 稍微的指挥下那边张啊 指挥 出一张嘴就对了 但是说实在 如果说以在家里面帮忙的角度 浩姐 其实我真的觉得说 嘉欣真的是我真的蛮羡慕她的 我常常跟她讲说我真的好羡慕你 羡慕你老婆 因为你老公都愿意帮你做家事 真的啊 你趁自己自己就对了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你没有发现你说这句话 吸得在你后面倒抽一口凉血 不是 我是说真的 我常常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半夜收工回家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不是卸妆 不然是干嘛 是可能去拖地 可能去洗碗 洗她之后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嘉欣你去厨房看一下 然后有没有有幸福的感觉 她有时候去看的时候打开 我打就要问一下何嘉欣是不是真的 对对对 马上扣到证明一下 如果我有半句虚假 我何浩杰退出演艺圈 赌那么大啊 不要不要想 不要赌这么大吗 等一下 罗勇就好 罗勇 罗勇 难怪她每次拍完戏手工 她都说她不想回家 是不是 很喜欢待在那里 因为回家其实好 好多家事要做 是是 但是你在戏里也会是扮演这种角色 因为你们是演夫妻嘛 嫁妆 对对对 我在戏里面也是属于 算是比较忠厚老师的个性 做家事 他是怕老婆的 不遗余力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见识到 其实像我们嘉欣 豪杰 在戏里面忙归忙 但在真实生活当中 其实他们在家庭当中 自己的家里 也非常好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我们的超级电视台 晚上六点到八点钟 好 加油了 不错 好 那么当然 我们建议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老公错误做家事 害惨了全家的健康 来看一下 你以为你会洗碗 要小心什么事情 希德会帮忙洗碗吗 我 不会吧 那可怜 以前是我在洗 光看他的脸就洗不可以 人不可貌相 你看他刚才讲的话 有可能吗 也不可能 可是事实 跟事实 对 像男人跟女人 女人是拿来看的不一样 对 心里面 看手就好了 你看这双手 是你照顾得好 对 这样子这么嫩 会有做家事吗 还戴个这个 说的也是 你的手是不错的 对 还能做指甲 这会有做家费的手吗 做指甲的跟做家事 是来源北侧的 真的 这个都长简了 对 都长简了 有没有 不是 那如果洗碗 是你比较懂的话 以前有洗 对啦 以前大概是我们在洗 可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长大了 那我们的姐姐跟弟弟很爱洗碗 所以我会教他们来洗碗 所以你的洗碗精 你会特地交代 这个就是抗菌 抗菌的洗碗精 对 你就会专门挑这一挂的 就比较天然的 植物性的 安全的 对 这样子 那加上比如说 用温水洗一洗之后 之后我们还有烘碗机 对 那就把再杀个菌 这样就很健康了 甄莉 为什么你不洗碗 我有 我跟你讲 真的不是这样 像之前 他哪有洗碗 我根本没看过他洗碗 以前我切水果给他吃 你知道 切好水果放冰箱 等到我回去台中的时候 因为我会回台北 我到台北 回到台中 你知道那冰箱打开 空盘 水果吃完了盘子放回冰箱 放在冰箱 这叫洗碗 没有 等一下 因为他说 你刚讲得那么漂亮 因为他说 那个碗 因为就是他放在水上 会长蚂蚁 我说你可以用水泡起来 你可以不洗 可是你要泡起来 水果很容易就洗洗 对 那你可以泡起来 没关系 然后他就说 他就很怕人家念 他说好 知道 可是等到下个礼拜 你再回去的时候 每一个盘子剩一个 因为他跟你说 就是坚持不洗碗 就是坚持不洗碗 好聪明 然后洗碗 好聪明 你这有两个解释 你这有两个解释 这叫做摆烂 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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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是我们要环保 就是一次洗一个 你是不是那个 比如这个 洗碗精 洗碗精 或水是要浪费很多 急再一起洗 这是一个 第二点是 摆来给他看 让他回来能做点家事 结果还是不做 哪没有 让他尽一点人妻的义务 所以你教他 最后的结果就是 希德教孩子 你们来洗 因为小孩也长大了 对 人家说 所以我们家小孩 长子如父 长女如母 对 那他不在 那就长女会来做 就他们两个 我们家即是两个小孩 在管家 大开眼界 我们回去去教教 我们的孩子来洗碗一下 看看 对不对 那豪姐 你说你也很会洗碗 所以你用的洗洁剂 你会特别挑吗 因为我蛮省的 其实刚刚那个希德在讲说 用热水 其实用热水洗真的比较干净 那但是因为我 我会觉得用热水洗 比较浪费瓦斯 所以我 我比较省 然后 对 所以我洗碗精 其实就用最便宜那种 沙拉托 那其实嘉欣他都会用那个 Ivory 他觉得Ivory蛮好用的 但是Ivory蛮 比较贵一点 但是那个 那个 那个厂牌是真的比较不伤手 像我岳母好像 沙拉托应该会伤手 对 会伤手 其实我说实在 我会自己洗的 因为我觉得像女孩子 像嘉欣她们洗洗筷子 是一坨这样一起搓搓搓 可是我习惯我是都是用 一直一直 我是一根一根洗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碗 其实碗的下面那个东西 都要洗 那会油 其实有时候你就 有的时候 她们就会只是这样 不会再伸进去 去这样子洗 所以我会尽量 我会尽可能 我会多来洗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家 洗小朋友的东西 跟洗大人的东西 我们是分开的 像洗大人的碗 碗盘 我们是用以前人家 在洗衣服 那个 蓝桥肥皂 对 那个很好洗 而且比较不伤手 然后小朋友是另外 用那种柑橘类 去提炼植物性的 差别很大 对 一般那个的话 也可以洗水果 蔬果 就是去一些农药 所以我们会 两种替用这样 对 这个老公如果做家事 感觉好像越帮越忙 比如说底下没洗乾淨 还是油的啦 或是怎么样 或时间上的分配 不如老婆的意 对老婆 伤害真的很大吗 我综合上面 刚刚讲的 第一个先回你的问题 当然会啦 而且现在的男女呢 他常常都是 都要外出工作吧 然后你如果出去工作 回来看到老公 帮你做这家事 做得不干不净的 你蜡烛多头烧 当然一定会造成困扰 对 第二个我感觉 刚刚听到豪杰讲那个 确实像英国的剑桥大学 还有美国杨百汉大学 很多调查研究显示 其实都支持说 如果家事夫妻一起做 他那感情的满意的程度 会增加至少百分之四十 这么高啊 他可以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让他太太就范 这个倒是 难怪嘉欣对我 还蛮满意的 你想想这个嘉欣 还是何嘉欣 何嘉欣 何嘉欣 第三个 我刚才会听到 很有趣的就是说